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场比赛依旧由李宗盛以及专业球迷朱昌天老师为您服务 这也是刚刚提到八位男女单打选手当中 唯一出现一位非中国籍的球员 包括刚刚我们看到韩瑜 他也是中国转集到了德国 所以这场对水谷准来讲压力很大 因为在自己的家乡父老面前 他有背负着多金的希望 因为在女子的部分是日本选手全军覆没 就来看水谷准有没有办法闯过樊振东这一关 那在上场比赛水谷准是打败了李上珠 那场是一场七局的大战 打到最后一刻才分输胜负 而在樊振东部分呢 他是在连出两局的情况下逆转 击败了他的同胞好手梁敬坤 那樊振东同时也是去年日本公开赛的冠军 所以对樊振东来讲他是有 肩服未免的任务 那老师您怎么看樊振东对上水谷准 对 当然应该说这场球赛呢 是刚刚主播提到的 唯一不是中国选手来出赛 那日本的水谷准呢 面对的呢 三位都是中国选手 而且是世界排名前三名的选手 没错没错 第一名他那是霸龙 第二名就是樊振东现在对上 那喜新当然被淘汰了 应该是第三名的 那水谷准如何突破世界排名第二的樊振东 首先一定要长短球的搭配 水谷准的经验没有问题 就是他打球的节奏有快有慢 你不能强硬的拼搏式的对抗樊振东 你要比力量可能比不上樊振东 但是水谷准呢他很有技巧 因为他的打法呢 他是进台控球能力很老 中眼台呢也有一定的实力 所以他打球的整个节奏的变化呢 水谷准是一个特色 当然中国的樊振东呢 是打所谓的实力 就是说领球的力量 中眼台的发力 是 他是完全是力量的展现 所以要打败樊振东 就是不要太多固定的路线 让樊振东打起来有点 就是所谓的别扭 大概就是水谷准的一个目标了 对 刚才水谷准今年28岁 他是大会4号种子 世界排名第六 那我们想看到的就是樊振东 今年才20岁 那2号种子 世界排名第2 那当然樊振东在这个月初的世锦赛 跟马龙打到了金牌战 很可惜啦 同样是进行了七局大战 不过最终还是经验稍微嫩了一些 拿下了银牌 不过马龙也跟樊振东鼓励说 未来是你的 因为今年才20岁 那马龙已经是27、28岁了 所以应该是有一个世代的差距 所以在2020年冬季奥运 马龙还会继续参赛 可是在到了2024的时候 可能就会是樊振东的天下 对 事实上 以中国的 比较年轻的来讲 樊振东是比较 所谓实力上呢 比较好一些啦 是 除了马龙之外了 那当然这场球赛对于水谷准 确实樊振东也不能太急躁 这个水谷准很有经验的 是 他早期是欧洲打联赛 中国亚洲也打联赛 所以他结合欧雅的这个球风啦 所以台内的短球 他也是不陌生 那 进台打不行 他会形成中眼台跟你对抗 哦 球没有处理好哦 是 连丢了两分 哇 这有点拉开镜里哦 对 樊振东的特色 你可以看这领球之后呢 正牌的发力 哦 这个 中国的樊振东哦 台内的领球呢 非常有杀伤力 所以这场比赛的观众 你可以来看啊 号称目前世界第一的反手领球啊 就是樊振东 来看看啊 他的反手的这个功力 好 球过这个 对 你可以看出哦 推出 他这个大球呢 哦 是很多技巧上的变化 哦 他不见得说每一个球都是 非常有力量的一个回击的 是 我有信心再摆你一个 好 好 这手有点幸运 对 有点幸运 哦 当 哦 哦 台内的处理 哦 大概处理上呢 尽量的快节奏 当你打来回越多呢 就会形成中眼台 那 水果准是蛮稳的啦 事实上他的 眼台的能力呢 有一定的水准 是 哇 居然 出现这样的失误啊 非常不应该啊 是 是快节奏 就是 在 球落在桌面的第一时间 就出手 是 大概打起来应该 韩振东呢 出手没有那么顺 好 接发球 又是还一个短球 好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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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力道非常的强劲 是 哦 漂亮 4-5-5 billion 5-6哥 在发球的整个变化 再加上他如何的下一波的进攻呢 完全是掌握住了 好 第二个发球 这是打经验 打经验 发一个稍微出台 让樊振东轻轻的带起来 好 让侧身反攻 走 接发球 又是出现了 排的高 又是长 所以给樊振东很好的攻击机会 目前7比6 樊振东还是一球领先 好 好 6 8 又是接发球的15 分数来到了8比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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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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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這一集來講非常不利 是 免費送給對手兩分 尤其 對方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頂尖高手 真的是 很難 要能夠逆轉第一局 有相當大的一個運氣 直接發球的得分 反正中的第一局是1比7 先拿下來 來看看水谷準 有沒有辦法在第二局 激起直追呢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歡迎回來 在第一局我們看到水谷準 不論是發球還是接發球 都會出現狀況 所以給了反正中很好的機會 在第一局就是以11比7拿下來 所以感覺 這個水谷準有點競相情確 是不是太緊張了 因為連這個最基本的發球 都出現了一些毛病 對 事實上 以水谷準 如果在發球上 稍微 不要太多失誤 這場球賽確實有得打 可以看出 送了兩分 比分還是沒有差距很多 那這一場球賽 還是要靠水谷準的經驗 尤其他的發球 他變化蠻多的 他有時候呢 輕輕給你擺一個 有時候就偏長 是 有時候要發 出台 好像要出台不出台 拉起來之後 他反拉 他反拉 好球 反正中的 攻擊的殺傷力呢 是蠻強的 好 水谷準的揭發球 大家要特別注意 不能太過長 不能太過長 跟他對攻 陳正宗的力道 因為水谷準本身 他也不強調說 他的力量 是 所以他是穩扎穩打 前後 所謂的快慢節奏的改變 快 還是沒辦法 你如果延長中演台對拉呢 目前來講呢 反正中站得上風 是 確實喔 水谷準可能要把角度打得更大 然後把速度帶提高 才有辦法跟這種力量型的 反正中來對抗 往後退 揪高球 過程 當然是 這個演台放高球呢 要拿到分數的機會 非常低啦 當然也沒辦法 因為 反正中打得太兇了 我們在第一場看到的這個 順影師啊 有人說打法跟反正中就很像 就是很兇 很強悍 所以喔 這個 這樣攻擊型的這個球員 好像現在 能夠斬到頭角的越來越多了 當然 可以說是 打法喔 以反正中跟孫子沙是 大概差不多 因為他台內領球 也有相當的速度啦 是 那加上呢 左右開攻呢 也是力量型的 一開始就被拉開了 這個對水谷準 要追的話 對 所以快節奏而已 這個你看能不能喔 利用呢 出手時間快 喔 那讓 環正中呢 稍微跟不上 這個 如果你讓他退後之後呢 你再發力 可能就會被他犯擊 好快節奏 對 這個姿勢上喔 可以看出 水谷準已經調整了喔 就是盡量靠近球桌 進台 做一個發力 是 對 好快打 這個已經讓黃正中 好 站穩 鎖穩的 喔 這個黃正東就要反擊了 对 两位选手的相持感觉都会是樊振东占有优势 对 你打快的选手 当你来回球越多呢 最后呢 球速呢 基本上呢 你再怎么快呢 他的对手就往后退了 那你的快速的威胁性就会减弱 是 所以对水谷准来讲 尽量的呢 在前两板的速度要加快 好 目前四比八 水谷还是四球的落后 好球 对手的台内控制 好 好 好 五球 又是八一个所谓的不赚的来球 是 好 从原本七比一啊 现在来到八比六 完全是所谓的空的不赚球 所以说这种拿分 不是完全是进攻那么凶拿分 你可以看他点一个 这个麻烦了 对 已经逼到眼台的放高球 现在这个日本这位选手 眼台的这个救球能力非常好 但是呢 面对的是世界排名第二的樊振东 你能救球拿分 激励非常低 对 把一个短球 哎呀 可惜哦 П crews来 开了 它就成功设 elected 目前已经来到了六比十 范正东的局点 好吧 出了吧 kalau在区别 范震东就是以11比6拿下 目前在局数上也以2比0领先了水谷准 休息一下 我马上回来 上了小胖 范震东确实逃不到便宜 前面两局都是以7比11以及6比11落败 其实第一局对水谷准来说是蛮有机会 不过因为自己的发球失误 所以让范震东先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感觉范震东越打越开 而且不断地在攻击方面加压 所以让水谷准是一路挨打 第二局是1比6落败 第二局要怎样做一些情势上的感觉 应该来讲范震东已经大概了解 当水谷准的进台打快的时候 他稍微退后 退后之后等待发力的动作 当然对水谷准来讲 尽量的前一两板球 就是快节奏的进攻 所谓的第一时间 球落在桌面就赶紧的出手 看能不能以速度来打乱范震东 好 快速 对 就这样去做所谓的节奏加快 压制性提高 地奏上会 猪狗 黄震东接发球直接领球制造的一个上限 来 好 插手吧 3 2 看出还是韩正东 这个整个作战很清楚 我就不跟你急躁 我慢慢来 我再退后一些 我等待发力的机会 精彩啊 这个板拍 所以最后呢 还是可以看出 所谓的球子 力道呢 可以决定能不能拿分 有快有慢 当然是好的节奏 但是呢 水谷准呢 可能看起来的 最后的重板这一球 要稍微加强一些 好球 你来一个 控制短球 让对方 偏高的球 做一个拉球 也是拉角度 这个水谷准很有经验 是 刚刚送到 韩正东的阵手 好 我们检在分数上 帮忙啊 韩正东5比3 领先水谷准 哦 这个水谷准挡得快 当然 韩正东在重心不稳的当中 还要发力 就是直接出界了 这个防得很精彩 但是 最后水谷准自己的拉球没有掌握得很好 挡得切实不简单 是 哎 插边哦 水谷准幸运的一分 来回的对攻呢 看起来已经逼到水谷准向后退了 一个很不利的 还好是一个幸运的差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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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台球 韩正东直接拉球 目前回到韩正东发球 依旧7比5 韩正东领先水谷准2分 对 第一时间 冲上 这个 往前呢 做一个进攻 速度呢 也是影响了韩正东的 这个防守 好球 抬到机会了 抬到机会了 是 这个大斜线 把脚步给带开 非常漂亮的捷球 刚好 预测的韩正东是长球 7比7 水谷准 两个发球 以他的发球的变化呢 基本上呢 要韩正东要好好的进攻 是难度有点 好 开始抢攻 没有障眼 没有障眼 哇 这个自己的步伐打乱了 是 是 好球 快打 快打 反正东 想要 从 稍微 中台退后 想要反拉 但是 时间上还是没有 做好 好的 第三局 双方打得相当角左 目前8比8 好 反正东的发球 到来 哇 退后就麻烦了 退后就麻烦了 所以 前一两胎呢 应该是水谷准就要决定能不能拿分啊 因为退到中原台啊 其实是对樊振东有利的 好 第二个接发球 水谷准 一般来讲呢 能摆就稍微摆一个制造抢攻 好 哇 还有 哇 反应真快 是 这种球能处往的能够救起来 我看再开一个球 救起来 哦 最后很可惜啦 水谷准 是 哦 前面一个球救得那么惊险 哇 哇 运气啊也不在水谷准这一边啊 目前 10比8 反正东的局点 对 利用呢 3分 进台 赶快的进攻 这也是第三集呢 水谷准得分率最高的一个位置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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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一分哦 好 要注意水谷准是不是 发得很低 不然对方拧球 加油 好球 快节奏 也是让韩正东没办法衔接出手 就是以速度才能拿分啊 是 好 双方回到第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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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终于天调了 事实上已经打得蛮积极的 对 那 韩正东呢还好准备回挡 回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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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c 没有办法回击成功 但是差那么一点点 对 当然还是提到很可惜 水谷准的食品之后 想要拼球一板就决定胜负 结果韩正宗挡得太好了 是 好 第四局开始由水谷率先发球 就是要拼 还是要快打快打 结果是没有打准 那这一局我想水谷准 对他来讲就是拼球看看有没有机会 哇 中演台 樊正宗的力道又开始展现了 如果樊正宗在赢 在本届日本公开赛 冠军全部会落在中国选手的首赛 包括昨天的男女双打 都是中国的组合 那在林子丹打的部分 陈梦会对上孙颖沙 那另外的男子丹打决赛 马龙已经先拿到了门票 如果这场比赛再由樊正宗拿下来 就是马龙对樊正宗了 对 事实上如果以 主播谈到的冠军赛都是中国队上 上不是很意外 因为正常来讲 你这次中国队的蓝队呢 派的都是他最好的选手 是 可是女队呢 本来以为日本在自己的地主的情况下 但有机会能够冲击至少女单 或是女双的金牌 结果还是没有办法 对 在日本公开赛 在日本几半 以日本的女队呢 这次的成绩确实不如意 对 因为中国并没有特务最强 没有丁林 没有刘诗文 没有朱雨林 可能最好的就是陈梦 以国际赛的成绩来讲 所以 感觉 这个 中国队的长城是牢不可破 好 再回到比赛场上 反正都3比0 哇 这一球 这个球在 国长 水果准 这连丢4分 2分就是在拼球 他也了解 就是只有这样看能不能拿分 很可惜的自己没有掌握 快节奏 又是出现自己的失误 那这一场 这一第四集 水果准就要稍微注意 他的能不能拿一些分数 是 好球 8 8 8球 抢拉 到第一分 那 领先的樊正东 我想这个后段的 展现的左右开弓的力量应该会非常快的 是 那在桌球场上 事实上 不管男子选手女子选手 就是进攻再进攻 那男子选手强调的呢 你的质量 所以是球指要重 这是目前桌球场上呢 男子选手应有的一个水准 2 2 6 这球啊 水谷也是拼得凶啊 不过 并没有打进台内 好目前2比6 水谷还是落后4球 好 好 发力 这个球你可以看出 樊正东当然是直接的挂网 但是 他整个力道上呢 看球的质量 这时候呢 樊正东说 我直接喊暂停 是 所以 非常谨慎的一个球赛 对 避免夜场梦多 想要一鼓作气 直接直落4 因为不能让这个 比赛有任何的意外产生 对 喊一个暂停 缓一下 不过 樊正东在 比分上 依旧是6比3 暂时领先水谷准 对 哇 这个球你可以看出 他发力的时候的 整个 伸展的动作 还有摩擦的力道 实际上 可以从 樊正东或马龙 因为目前 他是 世界排名12的选手 是 那如果要跟他们对抗的话呢 毕竟你基本上就是力量要对 能够抗 所以 原则上呢 目前当今的桌球水准呢 已经发展到 除了你的技巧要用之外 身体的训练才能够 训练得好 才能够发出好的力量 是 这一块可能 很多年轻的选手都要 加强练习的 好球 好球 对 快速 快速的冲 做一个结合 反手 側身 抢拉 重分了 对 居然出现了发球失误 刚刚 在一开始 水谷准在第一局出现了两次 没想到到了第四局 小胖出现了发球失误 这个球 虽然有点滑倒 但是 位置呢 也是 刚好相反 对 即使打得到 我想也是 没有什么多大的威胁 对 因为水谷的重心 已经完全偏离了 好球 好球 中远台的相识 真的没有办法突破小胖 这个 韩正东 被动式防守 当它站稳的时候呢 开始加速 对 没辙 這個還嘗試著反擊 這個白短過往 現在又尋成一分差 8比7 實際上水滾這種空短 大概也是動作快又 這個所謂的點的動作很果斷 又是快點 這時候從8比5一路追到了8比8 感覺這個暫停回來反而是凡正東一連丟了好多球 突然變線 不管怎麼樣你來回的板數越多 凡正東就是有這個能耐的發力 打太困了 打太困了 好 又到了9比9 check out Bab میں 回到小胖的發球 距離冠軍賽只限下2分 強勢 這球 太困了 了解凡振冬没关系 我还是利用我第一时间做一个反拍的回击 所以水谷准打出他的一种节奏 快打 漂亮 好球 左右的攻击啊 让水谷准拿下的这一分同时也是1比9 拿下的第四局 双方还有得打目前3比1 樊站东依旧保持领先 好 欢迎回来 在第四局啊 水谷准克服0比5的劣势啊 最终11比9逆转 相信带给他在气势上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在局数上小胖啊还是3比1领先的水谷准 当然在一面上看来小胖的胜伤还是比较大 不过让水谷打出气势啊 其实小胖会非常难以应付哦 对 那水谷准我想对他来讲 他还是要有一定的所谓的速度 尽量比较退 是 做一个快节奏的一个处理 当然这个得分力会提高的 好 快节奏 对 可以看出哈 这个经验丰富的水谷准呢 他就有这个能耐哦 控制呢 不让樊振东有轻易的这个重板的击球呢 是 是 这个时候 反倒樊振东 你自己 自己的整个 心态上呢 战术上要更明确要清楚 是 快节奏 好球好球 好球好球 还好 韩振东呢 还能够 看得住了 事实上这个球 水谷准林 也是打出的他的 整个 技战术 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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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好球好球很球好球 优伟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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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on Luke 快打 漂亮 金燕老道的水果准 要拿到分數呢 你沒有一定的這種質量呢 要突破水果准也是一大困難 是 快打 好球 這個 當你整個 所謂的 一個 部級呢 完全掌握水果准的話呢 環振東 確實你要有出重板的機會是不多啦 那當然是考驗環振東自己場上的調節 因為畢竟他是不能有暫停的機會 對 對 好發力 對 這個就是中眼台對攻 好 還好環振東 能夠延長來回球的板速 對環振東就有力了 好環振東 好環振東 來 去 來 好環振東 目前4比3 水果暫時一球領先 先思考一下有沒有快速直球跟你對抗 好快速直球 確實是水谷準有他的方法 對 你等打到世界排名第二的黃振動 感覺這一局是占下風 感覺應該好像是水谷3比1領先 黃振動的感覺 對他就有機會了 這個雙方一個都是想要搶攻 但是黃振動稍微節奏放慢 等待發力 這個發球造成垂骨的回擊困難 這是小胖的絕招了 這個發球 剛好是過場的球 當然還是黃振動展現力道 好 目前水谷5比6 一球落後 好 這是水谷準的失誤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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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後就麻煩了 好,放高招 還有… 還有… 好,再來 再來… 哇… 這個球… 太難了 喔… 所以這整… 還要想用反手來突破 是… 想反拉這個意思 沒辦法啦… 他想說我如果沒有… 難度太高喔… 沒有…沒有攻擊他的話 你怎麼放眼… 哇…難度很高喔…這個球 是… 好,又來到了8比5 對… 好球… 這個點的喔… 有技巧… 對… 上一局喔… 水谷就是從8比5開始逆轉 現在… 又是一樣的方式喔 對… 那水谷準這兩分喔… 我想… 就是… 快速直球為主啦… 看他怎麼發… 好,快速直球… 快打… 對… 就是蠻清楚的這個… 整個策略 好… 8比7 那… 以… 韓正東一定要… 思考一下喔… 對方可能… 他的作戰的… 計… 計畫啦… 喔… 那如果你… 不曉得對方就是要打快 你… 不掉… 調動的話很麻煩 哇… 基本上… 從反手… 主動的話呢… 就是水谷準最希望的… 因為他這個節奏快… 他的比分喔… 跟上一局是一模一樣的走法喔… 哇…漂亮… 好球… 哇… 這個水谷準已經… 打出很精采了… 對… 拼命地搶… 這個球還反拉… 但是呢… 被壓制住… 哇…確實要… 跟小胖在中遠台相持喔… 要有很強的揮球質量… 好…9比8… 小胖暫時一球迎接… 把一個… 搶攻… 好球… 還有… 再來… 哎呀… 水谷準… 這個反拉掛網了… 還是…想要嘗試的反擊… 這個… 反正東打得… 太精采了… 打到… 基本上水谷準呢… 也沒辦法選擇… 只能退台… 是… 哇… 來到了10比8… 有兩個… 賽末點… 再一球… 反正東就能夠再度進入到… 日本公開賽的… 冠軍戰… 去年… 他是拿下了冠軍… 那… 如果… 他打進去的話… 將會… 對上馬龍啊… 等於是… 重演世錦賽… 決賽的翻版… 哇… 是… 水谷準這球出界啊… 在… 第5局就是… 8比11落敗… 在局勢上… 最終… 樊振東… 4比1… 擊敗了… 水谷準也搶下了… 另外一張冠軍門票… 而在… 四強的比賽過後呢… 待會… 會有女子單打… 以及男子單打的決賽… 分別是由… 陳夢出戰… 春瑩莎… 以及馬龍出戰… 樊振東… 而在上午的比賽… 由我… 李敏晉… 以及… 朱昌祐老師為您服務… 那下一場比賽… 也請您… 程序鎖定11… 別忘了… 待會的… 冠軍決賽… … 朱昌祠… 八王… 萬多… 神尚… 八王… 多次... 多次... 睡覺的星子… 中… 弊度還是…